一场难解难分的拼杀 是谁最具王者风范 以此棋逢对手的较量 是谁站上了财富的舞台 游王争霸 每日农金正在厮杀 我现在是在广西荣安县的 在我的周围聚集了十几头的水牛 并且他们的眼睛都被蒙上了布条 身上都被标上了数字 那这些水牛到底准备干什么呢 斗牛比赛是我国西南地区 常见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 盛大的祭祀仪式上 他们牵牛打架 五分胜负只求一乐 在广西的荣安县 这种斗牛传统 不仅是农闲之余的娱乐方式 背后还藏着养牛人的财富秘密 来自全县的十六头飘汗的宫水牛 争夺牛王 如果不用布条蒙住双眼 彼此见面就要打斗 而且多头牛在一起 场面容易失控 刚刚打完玉赛出现的宫水牛 斗志未减 各个跃跃欲试 都想在赛场上再打个痛快 本次牛王争霸赛 采取淘汰晋级的方式 通过抽签分组 打四轮比赛 最后的胜方就是牛王 下面进行第一轮的第一场 对决双方 分别是一号和五号 三次了 我这个猫叫做上古老撞鸡 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古怪 它来自上古老屯 名字叫撞鸡 据说撞的功夫十分了得 勾眼不是说牛的眼睛勾人 而是牛脚在打架时勾对方的眼睛 我的牛小的小 身体又好 牛的关系 一大起来的公园 头的完了就大 尾的完了就小 开始了 这个比赛开始了 好 比赛开始了 我们看到这个五号叙事待发 哇 来势汹汹啊 对 就是这个 你认为这个好 这个 倒下 打卡恩写明鸟 实质是给人家一种轰动孝性嘛 真正鸟厉害的 人家不说 我是明鸟 我是东方不败 好 看来现在经过五号这么一闹啊 这个一号是反应过来了 感觉现在一号的这个攻势呢 是更加的猛烈一些 那五号现在是转攻为首 那这个一号就像一个铲车一样哈 把五号是逼的是连退了几步 好 现在双方呢 都是在想招了 一个回合下来以后 好像是打了个平手 好 现在双方的这个牛脚 又碰在了这个一起 一号是不停地用头撞击哈 似乎呢 这个效果都不是非常的明显 那一号这头牛呢 最爱用的招式啊 就是用头去撞 在这些选手当中呢 他是大个子 有900公斤重哈 这一撞的这个力量呢 也是非同小可 现在一号是转身走了 这怎么回事呢 哎呀 我们听到这个牛头撞击在一起 是发出了这种沉闷的这个响声啊 好像这个石头撞在一起 原来他是趁着这个时间哈 是在思考 突然转身撞击 天哪 现在大家是看穿了他的用意哈 原来刚才的转身 只是为了这个筑袍 我这个牛啊 也勾眼啊 五号这个牛 勾上面熟一点的 勾得在地点 肯定就行 好嘞 真的 终于败下奔来 这样一号选手进于下一轮比赛 现在进行第一轮的第二场比赛 对决双方分别是六号和十一号 我的牛叫大刀 大头天生一副打架的材料 头大有力 善状会调 虽说年龄不大 但无可小事 调皮鬼 生性调皮陶器 除了主人以外 很少服从其他生人 尤其遇见斗牛 他不羁的性格更让对方难以捉摸 我看这两头牛的这个个头呢都不是这个很大 好像这个年龄也不大了 这十一号昂首挺胸啊 好像在藐视对手的样子 那这个六号刚进入这个赛场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 有些发懵 这两头牛呢 好像是先打了一个照面哈 诶 这十一号的尾巴一直竖着 意思是挑衅对方 调皮鬼 果然是名不虚传哈 开始过招了 那这个六号呢 是强烈的这个回击 六号名叫大头 头大有力啊 那他要用这个牛脚勾对方的眼睛 这两头牛呢 他们的这个体重啊 大概都是四百公斤左右 在这个斗牛里面其实是属于轻量级的选手 好 现在两头牛是打得难减难分 诶 不过呢 我觉得这场比赛好像没有上一场比赛一号和五号打得那么激烈哈 可能跟他们这个个体的大小也有关系 两个对手现在头顶着头 谁也站不着便宜 原地在转圈 好像现在是在凭谁的耐力比较好了 诶 我们看看 诶 好像这个六号是卯足了劲哈 有种要发力的这个感觉 那十一号呢 刚刚是被逼得连退了几步 鸟是这样的 你拉多了肯定力气大 是吧 拉的少肯定力气小一点了 还有根据它主人呢 平时勤劳不勤劳啊 如果像那个阿中很懒的话 它的鸟不会太厉害的 好 六号呢 是突然发力 十一号被六号逼得连退了两步 好 六号趁劲追击 果然就靠这一招哈 就是拿下了对方 斗牛场上十分残酷 每一头斗牛即使有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本领也未必会赢 它有一边眼睛是瞎的 就这只眼睛是吧 它是肥的 对吧 人家这边的就没有反应 然而九号一只眼睛还能驰骋沙场 令对手心惊胆战 它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在我们这里斗牛场的话 它已经是属于争争争霸的地位了 谁跟我合一族的 我 独眼王 哎 怎么罢谁拿谁 把我的牛被挑起来 它那个牛大厉害了 它应该是牛王 我的牛叫大宽脚 脚关的 牛肉长 左右都是温度 人家里都在 各都是第二第三 大宽脚在本次赛场上是大块头 天生一双宽大牛脚 即使不战也吓人不前 还有着勾 挑 摆的绝技 无不让人为它的出场充满期待 大宽脚入狱独眼王 究竟谁会胜出呢 9号主动发起进攻 您看从他们的这个外形上看 这场比赛会不会好看 可能是有的一战 两个脚都比较大 现在好 用大宽脚左右横放 9号号称独眼王 虽然只有一只眼睛 但是很厉害 这个大宽脚哪是他的对手呢 9号可以 通常是一个眼睛 但是这个功夫很厉害 肯定是信心满满啦 他的一个阴暖 一边高一边低 如果到这边勾不了 那边就收起 如果勾到下跪 再一用力 你对方就是穿了 12号看来啊 也是一个抢手 那他呢 也是在等待着机会反击 12号的一队这个大脚呢 想拱住9号的喉咙 那9号虽然是独眼 但是他好像并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现在两头牛的牛角啊 是非常胶着地撞在了一起 看看现在谁能一招置敌 现在感觉已经进入了白日花阶段 就在这一瞬间 12号是落荒而逃 9号在追打12号的过程中呢 好像用这个牛角 还挑了一下他的这个尾部 接下来第一轮第四场 对决双方 分别是7号和10号 我的牛叫小勾眼 平常就是拉拉钢子 春天的时候拉肥料四肥 他的脚筋 拉的比较肥一点 小勾眼以勾眼绝技闻名 他那副天生尖刀一样的牛角 加上他的勾眼绝技 无不让对手望而却步 闻风丧胆 小撞王是一个擅长进攻的选手 个头虽然不大 但胆量绝非等闲 在他征战的道路上 无论对手多么有名 个头多大 同小撞王的相遇 都免不了一场无情的厮杀 好 现在好 又开始登演了 10号呢 看都不看7号 好像十分傲慢的样子 那7号呢 也不甘示弱 好像双方都在向场内的这个观众 正在打招呼 并没有放心思在比赛上面 看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诶 10号突然是发起了这个进攻啊 趁7号不注意 一下子突然撞了过去 7号是因为这一撞呢 连退了三步 好 现在7号是反应过来了 7号也开始发力 低退了10号的进攻 他们俩现在是牛角 是胶着的 咬在了一起 7号现在是往前推进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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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前 这个逼近啊 10号呢 在后退 有些抵挡不住了 感觉 诶 怎么这个10号好像有些走神啊 好 两头牛呢 再次是撞到了这个一起 哇 现在是7号抓住了一个有力的时机啊 把这个10号是逼得节节败退 那10号迅速的反应了过来 现在是转手为攻 啊 现在7号的形势比较不利 好像是已经没有反手之力了 那这两头牛呢 实际上都是这个重量级的选手 体重啊 都在900公斤以上 从技术上来说呢 是各有千秋 那几个回合下来是难分国重啊 哎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呢 10号好像是略占优势 好 现在呢 场上的这个工作人员 开始给选手身上 洒水降温了 因为这个水牛皮比较厚 它汗线呢是非常不发达的 所以在比赛的过程中啊 因为打斗 它的这个身上体温会升高 所以需要洒水散热 现在7号是发起了反攻 他们的这个牛角都搅在了一起 是谁也都别想分开谁哈 在打斗的过程中呢 其实双方的头部啊 都被对方呢 是摁在了这个泥里面 感觉现在这个泥浆啊 已经把互相的眼睛都糊住了 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到 他们的这个战斗 反而是越战越勇啊 感觉 那水牛呢 就是这个个性啊 非常喜欢在水里吸吸 所以像这种场地里面的心灵呢 可能是更适合他们的这个打斗 这两朋友的实力啊 真是骑虎相当哈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场持久战 一时之下是难以分出这个高下的 这一直就是分不出胜负的话 这一直打下去 有的要一个小时 打一个小时也有啊 也有啊 现在是7号连勾待缠 10号马上看起来招架不住了 哇 好 这个10号是落荒而逃 哇 看来这个比赛的输赢啊 就是这一招仪式啊 我们恭喜7号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 一场难解难分的拼杀 是谁最具王者风范 一次棋逢对手的较量 是谁战上了财富的舞台 游王争霸 每日农金正在厮杀 接下来第一轮了 第五场 对决双方 分别是4号跟13号 我的牛叫高王 技巧就是高轻啊 我的牛对一样大的牛呢 都是赢得多 我的牛叫小二哥 我的牛进攻的速度比较快的 刚开场的时候 你还没放的时候 他就冲进去了 进去的时候 他的那个脚 一直就是在那里撩 那速度比较快 新发自 好 开始登眼了 刚才4号的一个小动作 抖了一下他的身体 那这个4号还斜着眼看对方 感觉好像是在挑衅对方一样 13号看来 比赛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短 一个回合就分出了胜负 对 但是这个13号呢 看来也是用镜里去顶了一下 你看 这一撞就把对方给争住了 现在进行第一轮的第六场比赛 对击双方分别是8号和16号 我的牛叫小霸王 比赛很懵的 牛身材比较好 很贴实 头部很大很光 所以现在这个特别是现在生活啊 先来打一个照面 感觉这两个牛好像在谈恋爱一样 有一种 对 又在亲吻对方一样 而且我发现这种个头小一点的这个牛啊 打比赛 他们都不像那种大牛会一下就上来那么猛 他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柔的 循序渐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就是先比划比划 然后呢 才会慢慢地进入到这个状态 好像是在探视对方 抚摸对方一样 不是不是不是在跟他交战的 就是这种感觉 感觉现在这两头牛的状态啊 好像是玩耍的比较多啊 如果要有一种这个武功来行动他们的话 可能感觉更像是两头牛在打太极 就是你推过来 我我回过去这样啊 哇 现在看到8号突然给16号跪一下了 难道是腿部受伤了吗 还是这个屈膝撑沉甘拜下风呢 他有胆子啊 一供到牛他就给他看了 16号这个牛 他的个子 穴呢 都非常胀 那个脚有力 还有那个腰部 他的尾巴构产 一般这种牛呢 上伸的话 他都不防对方 他会很肯定 我们看到16号 好像突然开始发力了 8号呢 明显的有一些这个招架不住了 啊 这个8号 自知不敌对方 也是结束了这场表演 那16号呢 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恭喜16号这头小牛 下面进行的是第一轮第七场比赛 对决双方分别是14号和15号 我的牛叫牛莫王 胆量比较大 每一刀牛他就敢撞进去 他就要敢斗 我的牛汉的效果 他的这个果冠汉的 开始了 比赛开始了 14号好猛啊 天哪 他没有打 15号就跑了 天哪 这个15号现在就说 他已经看到了 自己不如对方 这是到现在为止 我看过的最好笑的一场比赛 这两头牛根本就没有这个正面交锋 这14号比赛上升一响以后 直接冲过来 15号就跑了 我都不敢相信 14号赢得太轻松了 那我们也恭喜14号进入到下一轮比赛 不过我觉得在这一场比赛中14号的实力并没有真正的显现出来 接下来进行第一轮的第八场 对击双方分别是2号和3号 这名听起来洋气吧 我可是混血儿 是本地水牛跟印度水牛摩拉的杂交品种 所以才叫这么个名字 个道蛮大的 我的牛很拯救啊 我相信它 我的牛至少能一上场 我的牛叫做推拿 推拿是中国古代治病的一种医术 给水牛起这名是什么含义呢 推着推着就把你拿下了 真有点霸气外露 能不能推着就把对手拿下 赛场上现分小霸 好比赛开始了 我们看到这个2号呢 是主动在向3号靠近 速度并没有那么快 在慢慢尝试着靠近对方 找机会出手 3号好像还不知道自己在进行比赛 有点发懵 好3号突然是发动了攻击 把2号顶的是节节败退 2号的一只脚都已经跪在地上 被拖了很远 3号是边推边甩 2号呢也是拼命抵抗 那其实2号和3号呢 都属于体型高大 四肢呢粗壮 体重都在800公斤以上 力大无比 号称呢赛场小铲车 技巧就是力气大 一边撞一边挑 好现在3号呢 又称2号不备 攻击他了 3号突然发力 2号不敌 但是这个3号是穷追不舍 这台重型机器啊 要是进入到下一轮比赛 对其他选手一定是一个 非常大的挑战和威胁啊 经过第一轮 一共8场紧张的决筑 1号 3号 6号 7号 9号 13号 14号 和16号选手 竞技 一场难解难分的拼杀 是谁最具王者风范 一次棋逢对手的较量 是谁战上了财富的舞台 游王争霸 每日农金正在厮杀 精彩 很精彩 很精彩 精彩 经过抽签分组 现在开始第二轮比赛 第一场对决分分 分别是6号和13号 6号在第一场与11号的对决中 不仅因为头大有力 还用战术打败了对方 6号这个打边门的是非常厉害的 这样的牛部队 可能有战的把握人 13号 小二哥速战速决 在上一场三分钟之内 战败4号勾王 牛主得意之情 异于言表 他没有环境的能力 13号 他的脚够签 他会甩 他会顶 打赢了一场 牛主周祖文 对下一场对决 充满了信心 我有信心 打赢他 开始了 比赛开始了 13号是主动地冲过去了 但是并没有撞上 而是在互相地打量对手 对 现在又在看 刚才我打孙女好像不是这位 现在比赛开始以后 这两个年轻的选手 感觉一上场都有点不知所迫 明明是刚才已经比赛过了 现在表现得好像还不太熟悉 这个环境一样 还在四处的打量 好 现在终于是比划起来了 这13号是终于发起了这个猛攻 6号是连推了好几步 哇 13号一点都没有给对方机会 一鼓作气压倒了对手 那6号是输掉了比赛 13号顺利进行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下面进行第二轮的第二场 对决双方分别是3号和14号 3号选手在上一场对2号强攻主动出击 以推拿绝招让牛主刮目相看 3号太厉害了 原来这个胆小不就是咱们 为什么他又正在赶他 3号推拿在人们的眼里 本来是个胆小鬼 第一场的表现让牛主龙有强 充满了惊喜 出乎我的意料 这么短的时间就被解决对方 3号这个鸟 它优势力气大 像那个坦车一样 一坦过去人家好一叫了 它都怕了 14号也是牛脊冲天 在上一场对阵15号选手 直接用气势吓倒了对手 碰到对手不相当 它那鸟打击不够 14号这个鸟 10米左右它都冲进去 一般的牛你顶不住的话 要最后几步去 这个3号一上来啊 就是一个下马威 那14号呢也不甘示弱 顶住了3号的一次这个攻击啊 让这个3号也是连推了好几步 不过这个3号啊 毕竟是属于这个力大无穷啊 再次拿出了自己的绝活 就是推拿跟它的这个名字一样啊 靠的就是自己的力气 那现在14号是处于这个下风 现在开始慢慢慢慢的有一点上进了 哎呀 看到快招下不住了 一边已经是跪倒在地上 哎呀 终于是 这14号终于是抵挡不住3号的神力哈 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轮的第三场 对手分别是9号和16号 9号独眼王在上一场对决12号大宽脚时 在线王者风范 只用三个回合完败对手 哎 中间就很猛 独眼拿冠军的 不仅观众看好9号 当地的斗牛专家也不例外 别人遇到当地是 行的机会很少的 16号选手在上一场 对战号称小霸王的8号选手时 以柔克刚轻松晋级 我的牛是小小一个 这个牛就是辣仔 16号这个牛 你不要干它 干它那个短 它甩那个脚很有力 9号力量太大了 9号在比赛的一开始 就发起了猛攻 这个16号呢 不论是从它的这个战斗经验上来说 还是个头上来说 好像都是不敌9号 那跟9号相遇呢 它只有毫无这个还手之力 所以呢很遗憾 16号是出局了 现在进行的是第二轮的第四场 对决双方分别是1号和7号 1号选手是当地的名牛 不仅勇猛过人 而且善用计谋 在上一场对决5号选手时 助跑撞击一招制胜 令人侧目 今天的表现让1号牛主十分得意 7号选手在上一场对决10号选手时 也表现不俗 经验丰富 10号他也很厉害的 他的脚也很厉害 然后把我的牛听到墙边 然后我的牛一眼跟他觉得 一个经验丰富 一个是杀场老手 他们相遇又是什么结果呢 7号一上场就扬起了他的头 这好像已经变成他的招牌动作了 好 现在开始了 两头牛 好像两头牛都不着急 撞击这次呢也没有着急 就要撞过去 上一场他赢了这个10号以后呢 现在看来也是很藐视这场的对手 在藐视1号 那这个1号呢 也是大家非常看好的牛王的选手 看来现在双方都不屑跟对方交手啊 这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好像是在跟场内的观众致敬一样 默默地环视着这个赛场 他们到底会什么时候发起攻击呢 到底是谁会先出手呢 第一号撞击呢 通过他的这个第一轮比赛啊 已经充分展现出他的实力 和他的这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个性 所以在他第二轮出场的时候呢 这个观众啊 都是爆发出了比较热烈的 这个欢呼声啊 期待他有更精彩的这个表现 好 我们看到这个1号啊 主动的出击了 我觉得他这一招呢 是在试探对方的这个实力 经过这一次的试探以后呢 1号看来心里有底了 他又在慢慢向远处走去 这可能是在顾忌重演 因为他的绝招呢 就是在十米之外冲向对手 将他撞倒 哇 冲过去了 还是这个绝招啊 不过这7号呢 这一下是顶住了1号的撞击 看他的这个表情 依然是显得漫不经兴的样子 他能意识到危险正在向他靠近吗 好 又一次的交手 所以是第三次撞击啊 他的撞击是一次比一次猛烈哈 嗯 感觉还是在相互的 这个试探的过程中 哎 我发现这个1号通过这几次的撞击呢 好像是感觉到了 距离短啊 这种的撞击呢 是占不到丝毫的便宜的 嗯 看来他在想办法 要走得更远一些 使他的这个助跑的距离呢 要更充分一些哈 好 他拿出了绝招 1号呢 是非常的有计谋有谋略的哈 一次撞击不成二次撞击 助跑距离足够了 他冲了过去 哇 就是这一招 哇 太狠了 太狠了 他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撞翻在地 哎呀 这个这个撞击 确实是他的轨迹太厉害了 哎呀 七号牛已经感觉到他的 第三次的猛烈的撞击 一场难解难分的拼杀 是谁最具王者风范 一次棋逢对手的较量 是谁战上了财富的舞台 游王争霸 每日农金正在厮杀 经过第二轮共四场紧张激烈的角逐 1号 3号 9号和16号晋级 分别进入第三轮的比赛 就在比赛进行到第三轮抽签分组的时候 赛场竟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我拒绝了 给他冠军了 他就是1号牛主周仁康 他的1号上古老撞击 在前两轮对战5号和7号的两场比赛中 凭着撞击的绝招轻松拿下两局 是赛场看好的冠军选手 但周仁康认为 自己的上古老撞击 同3号推拿和9号独眼王相比 无论从重量级别和斗牛成熟度来说还远不如人 为了不让斗牛受到太大的伤害 周仁康决定退赛 而另一位牛主也要求弃拳 他那个中级率太大了 他牛要大 我牛那么小这么大 大家争论的焦点 集中在3号和9号选手身上 1号和13号牛主犀牛心切中途退赛 那么第三轮的晋级赛就变成了3号和9号之间的 终极牛王争霸赛 谁争得这次牛王的荣誉 价值将大大提升 作为品种改良的总工牛 将会受到周边地区的抢购 这一次打赢的话 估计会升值一点 打三场赢了 升一万把 出卖的话 身价就都两万五 出名了 人家就来 来找了 三号选手是这次大赛中杀出的一匹黑马 他在前两场跟2号和14号的淘汰中 以力量优势 过关斩将 顺利晋级 9号选手虽然只有一只眼睛 但是在赛场敢拼敢打 前两场与12号和16号的比赛中 表现出色 在眼不败神话 也是冲击桂冠的种子选手 9号独眼王今天遭遇三号推拿 有决胜的把握吗 我个人还是很期待这场比赛的 因为刚才三号在这个比赛中 他的表现是非常抢眼的 非常霸气 非常威武 也是很快地拿下的比赛 那这个9号呢不用说哈 他是大家最看好的未免冠军 现在我们看到那独眼 那眼睛已经又出血了 现在比赛开始了 哎 看到这个9号 好像不太想应战的样子 还没有反应过来哈 啊 3号这时候 突然从9号的右侧 突然冲了过来 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9号轰然倒下 一切来得太突然 好 天哪 哎呦 又挑到眼睛了 哎呀 还不行不行 啊 好 这个3号 啊 好 这个3号力量太大 最后3号只用了一个多回合 就把独眼王给挑开了 我觉得就是到现在为止 应该是说最残酷的一场比赛了 因为这两头牛 它的这个个体都非常的大 然后实力呢也都很强 刚才这个过程中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相互的牛角 已经就是挑中对方的 几个要害的这个部位 让人看的是心惊胆战了 真的 这个感觉的话 总体说 这个比赛状态来得太快了 太突然了 那个3号的那个力度也太猛了 一下就把这个这个 因为的9号有一个缺陷 有一只眼睛看不见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以为 这个跟上一个对手慢慢地 进入状态 谁知道对手来得这么凶猛 赛场旁边 对方实力也是实在是带奖劲了 他的力气很猛 很快的就把我的牛 反堆倒在地 他比我的牛大 不是同意牛种的 相当于我们运动员 不是一个工军级的比赛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显得有劣势一点 这一次失败了没关系 争取下一次 回去把它喂好了 再来跟他一张对决 经过了三轮的激烈角逐 我们的牛王终于是产生了 他就是3号推拿 而之前大家都看好的 9号独眼王 在跟3号的对阵中 最后还是不敌对方 不过这就是比赛 充满了未知 充满了变数 不到最后一刻 你永远无法知道 最后的赢家到底是谁 我们这个牛呢 他一个是肉牛 第二个呢 通过呢 豆牛这么一个文化效应 也带来一定的经济效应 把百姓他也得到一定的收益 他更多带来一种文化 一种旅游和观赏 这样子也在体现在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